午安你好 欢迎收看9月16号的台视 五间新闻 我是书凯文 陶勤公司爆出一名女员工确诊 而且还是染上Delta变种病毒 根据了解她平时负责机舱内的消毒 而她的同居人也是陶勤的员工 目前已经被匡列裁剪 有国内的专家表示 个案虽然是在飞机上做轻销 但是也还不能够完全的确定 感染源就是来自机舱 也有可能是在社区被感染的 还要看接触者的裁剪结果 陶勤公司出现首例员工 染上Delta变种病毒 这名20多岁女员工 平时负责机舱消毒 有国内专家认为 她的感染源很可能来自机舱 但也不能排除是在社区感染 她现在有家人或是有朋友被感染 那她可能在家庭中或者社区得到的 做同样类似工作的人 或者会进入同一个机舱的空服员 有人被感染 那她就比较可能在工作被感染 根据了解这名陶勤染疫员工 在6月初有打过一剂AZ疫苗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氏璧就表示 只打一剂疫苗对于Delta病毒可防重症 但防感染的效果只有三成 第三类高风险接触人员 到现在第二剂覆盖率只有68% 实在不应该 这是单位与主管机关应该关切的 责任不在确诊个案身上 而卫福部草屯疗养院医师 沈正南则认为 有没有看到此例有到台北知名拉面店内用 Delta病毒对内用防线的压力测试到来了 建议大家中秋节期间必须脱下口罩的地方最好别去 现在虽然没办法烤肉 但至少可在家开心吃月饼 一旦让Delta病毒扩散 到了冬至恐怕连在家食汤圆都不敢了 毕竟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廉价 避免疫情种下胃爆弹 现在得跟时间赛跑尽快抓出感染源 记得中博报道